來一起來翻譯我們來關心社會事大午安 我是汪傑民 哇這個台灣發生的驚異傳奇 這個我們說這一次所謂樂生事件 已經嵌成到中資直接突破了投審會 直接突破了金管會 直接投破了中信證 那麼在這個遊戲機軟體裡面 大舉的讓我們投資受到損失 那麼金額消失金額上百億之谷 而裡面其實只有可能就十個人賺取 這驚人的利潤 總共四次股價突破一百元 有人在一百元的時候大量的放空 所謂的所謂的可轉換債 跟融券之間套利 固定套利金額多少你知道嗎 二十七十五到一百 每一張套利兩萬五千塊 所以套利張數非常驚人 所以這是一個數十億的一個國際 來自中資的一個詐騙案 我們竟然金管會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從趙豐金從這一次的這個樂生案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空殼公司已經是全世界在意的 結果趙豐金的空殼公司 金管會沒有感覺 趙豐金也沒有感覺 而這一次樂生又是空殼公司 金管會依舊沒有感覺 金管會是麻痺不仁的嗎 而這次中信營也沒有感覺 好這一次我們說樂生的投資人 到底那麼多求償成功呢 傑明認為可能性不大 這個你知道遇到這個金光檔 金光檔早就把你錢騙走了 所以這些高達一萬七千人的融資戶 三萬的受害 可能要心理決定 日子可能要難過了 因為這次的金管會肯定一定沒關係 金管會繼續爛下去 過去八年金管會無所作為 這次這麼不大關鍵事情已經發生問題了 因為趙天林在這個事件還沒發生之前 就警告金管會說 這事件有鬼 可是我們金管會一副就是金管會的樣子 金管會就是金管會 他完全沒有聽到任何的建議 我要這麼說了 金管會遇到空殼公司 竟然沒有辦法的話 他只會抓我們這些小老百姓 金管會是不是該廢了 我們覺得過去也許就政績局 有銀行局的時候 也許台灣金融業還很穩定 有個這個金管會的大窟窿 我看金管會本身就是一個金光檔 好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過去三年 過去有三個受險公司 曾經創造台灣高達一千億以上的虧損 這是金管會的監督不周 好了這個情況下 當然我們講金管會 金管會臉皮夠厚 他們一定也沒感覺 好但是我們這樣講 那你資方有沒有感覺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重要消息 這個欠貌真的有夠欠貌 王文潮將百億的股票掙漆 所以你知道現在這些有錢人 就是幾百億幾百億 來掙給妻子 這還沒有什麼料不起來 我們看郭董 現在台灣最貴的房地產已經出來了 一瓶是三百五十八萬 一瓶三百五十八萬 一瓶三百五十三 郭董家族豪宅已經買進了天價 可是台灣房地產是全球最慘 但是郭董買進了一瓶三百五十八萬 一瓶三百五十八萬概念是什麼 就是一瓶就是三百五十八萬 再說一遍 一瓶三百五十八萬概念是什麼 就是一瓶就是三百五十八萬的現金 那十瓶就是三千五百八十萬 那麼如果一百瓶呢 那就三億五千八百萬 而總數金額大概是四億 這也沒什麼關係 樓上還有一戶是七億元的 好這裡告訴我們件什麼事情呢 這些我們說的資本家 他們真的很有錢 好那麼資本家很有錢 那對員工呢 好來這邊說法是絕對不會一毛不動 我們現在這邊剛才談都是一百億 然後三百八十萬一坪 然後一棟房子是四五億 我們談都是億來起跳的 但是基本工資不會一毛不動 他用毛來計算我們這些勞工 好了算了算了我們勞工可憐 誰叫你叫勞工有種去創業 好不論如此 現在資方還說一句話說 我有底線 我絕對不會出讓這個底線 現在這個資方真的是態度很傲慢 我們今天會把韓國跟台灣 過去的工資來做個比較 看看我們這些資方是真的賺到爆 我們是怎麼樣苦哈哈嗎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麼這個樂森已經確定是被列為被告 那麼當場痛哭 他到底知不知情呢 好這一次我們中資這個大突嬰呢 一口氣突破了我們台灣經濟部的這個投審會 一舉突破了我們的這個金管會 也一舉突破了我們的中信營的防線 那麼被中資穿破的感覺 我不知道這些高官心情是如何 大老闆們排排座工商協進會李建石會議提意見 很踴躍 但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 同一天下午也要邀請大老們面對面聊一聊 但企業主似乎興趣缺缺 商業總會徐副理事長會參加 那麼秦家宏理事長會參加 其他都是派代表參加 連工商協進會大家長林伯峰也不給面子 就是因為這場號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會前會 資方不想被摸頭 我們出席的話會造成勞弱團體 更提高他的價格 所以我們就決定不出席 打算二度缺席審議委員會 傳出七大工商團體口徑一致 資方更上勞動部 官方態度卻傾向調漲基本工資3% 要3%就是600塊 我們也不是說贊成 但是我們也不會反對 如果是大學生2萬8 3萬塊 那麼他們要2萬6 我想造成他們找不到職業的機率更大 這樣的話是不利於我們的基層勞工的 首度松口有緩加空間 但大老闆們堅持的一令一休 取消七天國定假日沒得商量 資方只盼政府能扮演公正仲裁者 別讓老子雙方矛盾持續擴大 記者圈江泉俊S小組 看不到 是的沒錯好一個林伯峰啊 真是家族淵源家裡非常有錢 他們是這個做玻璃的世家 那可能這個大家都知道林伯峰的故事 那真是精彩萬分 特別他感情世界 那可是一值千金啊 那麼這些大老闆可能對他們自己感情的生活 還有家庭的起居 以及他們房地產的價格 是絕對不手軟的 就該買一定是大筆買 該買紅酒就買了 好但是對於勞工的薪水來說的話 他說這個勞工不是我們家啦 三胖六百塊 六百塊是可以啦 不過勞工呢 兩萬六失業率可能會很高啊 你看那個態度 這就是我們的資本家 好我們就直接打臉林伯峰好不好 他說我們現在薪水低 所以就業狀況很好嗎 來我們給大家一個數字來看 來這是在這個馬英九時代 前九個月的實資薪資倒退十五年的時候 人家說薪資是臺灣最棒的一個武器 結果來看一下臺灣 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 得到結論的事情是 我們的工資最低 實資薪水倒退 但我們失業率是最高的 林伯峰你在說什麼 我真的聽不懂 你以為真的最低工資就可以調高 就降低失業率嗎 對不起你把經濟學 哪個部門拿出來 讓我們知道好不好 所以我們真的不著急大老闆 你到底腦袋想什麼 再請觀眾朋友看一下 過去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薪資倒退十五年的結論 是什麼東西 這個失業率最低的新加坡 新加坡薪水是僅次於日本最高 也就是說第二高薪水的 失業率只有一點九 那麼第二高的這個新 就是僅次於日本的第二高是南韓 他的失業率是三點五 香港是高於我們是三點三 臺灣是失業率 這個薪資最低的 我們就我們的失業率是三點九五 所以我不知道林伯峰你說那些話說什麼 薪水兩二點六萬 這個失業率很高 你是要恐嚇誰啊 所以我要問一下韓濱 這個今天整個工資協會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現在說法已經開始有一些把這個戰場拉高 現在資方說一粒一休要放進去 然後本國跟外勞要薪資脫鉤 看起來這一次的會前會裡面資方跟勞方雙方 啪的很厲害啊 是因為這次林希耀昨天去召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其實七大工商團體基本上不太給面子 除了一個工業區的 這個廠商聯合總會理事長還有去之外 其他全部都沒去 都是派一些代表去 工商協進會更簡單 我乾脆人都不派 我們隨便談吧 反正跟我沒有關係 那勞動部現在意思就是說那我們就漲一點嘛 那就是調個三趴六百塊 老實講這個我覺得已經非常低了 而且勞動部還特別為了讓資方有信心還強調說 他們的政策就是要退一粒一休 然後呢國定假日七天要取消掉 其實我覺得這個根本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問題 你光一粒一休跟國定假日七天 你這個是你目前勞動部的主張 可是問題是未來你到立法院你會通過嗎 你們民進黨黨團自己的人都會全部支持嗎 這個都是有問題的東西 你現在講這個會不會太早 那你給這些資方這些保證 到時候如果你又是打不到 那到最後這些資方又有藉口來跟你亂 我老實講這個東西問題越來越大 那哇 對啊 我突然想到四個字 割地賠款 賠了夫人 你先把條件你都已經承諾人家 你把你的底線都已經開出來了 那接下來只能對方要了 你已經沒資格去跟人家談了 因為接下來就是人家繼續跟你畫扒拉幹而已 那問題是我覺得有一個人叫許蘇柏 我許蘇柏提出來的建議我覺得更好玩 對 然後第一個 我們幹嘛每一年都要為薪資這樣炒呢 不如以後我們就比照中油這種方式 我們來訂個公式 訂個公式 以後我們就按照這個公式 根據經濟狀況來調整薪水不就好了嗎 聽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對 但實際上傑明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你比照中油的話 那你薪資不是主要往上升 你可能會往下掉 欸 之前油價跟現在油價可是跌很多的 是啊 那表示說你如果真的去開這個後門給他 那油廠商就正正有職 現在經濟狀況不好 大家減薪吧 那你要怎麼辦 你勞動部準備怎麼應對這個東西 欸 所以我覺得 真是壞欸 這個絕對不能讓人騙走 真的壞要爆了 然後再來 許蘇柏要提出一個 那這樣好了 為了要調整整個經濟環境的東西 我們只要本國勞工跟外籍勞 跟外籍勞工薪資脫鉤嘛 對 這樣子我就可以給外籍勞工薪資低一點 我們企業主負擔成本低一點 我就可以給本國籍勞工高一點 是 你確定真的會這樣嗎 那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以台灣的企業家會做什麼事情 如果外籍勞工現在 比現在還要低 我能夠盡情讓他低的話 那反正我盡情讓他低之後 你本國勞工不要做對不對 那我就找外籍勞工就好了 對啊 我幹嘛去找本國籍勞工 因為他比較貴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是完全在騙校欸 你知道嗎 那如果勞動部真的這麼呆 去上他的當的話 那我覺得那你們也只能怪自己笨 那公總提出來更好玩 勞動部的三趴六百塊錢 我已經覺得很低了 這太踐踏人了啦 我跟你講 太踐踏人了啦 那公總還在畫爬拉肯 他說不要啦 三趴六百塊太多了 我們兩趴四百塊好不好 我這樣講 他隨便吃個便當都不只這個錢 是啊 對我覺得你們有必要去 爭了一趴兩百塊錢 這個東西你們都還要爭嗎 那實際上現在勞方的意見什麼 勞方希望兩萬六欸 合理啊 對啊 過去這六年經濟增長超過百分之四十 之前是一萬八加百分之四十 也差不多兩萬六啊 是啊 我覺得如果照這種情況下去 那接下來秋鬥這些東西會非常慘 因為你雙方差距太遠了嘛 而且我覺得林伯峰講那句話 更好笑就是說 他說如果現在基本工資 都調兩萬六的話 那以後大家找 企業主一定都找大學畢業生 因為才差一兩千塊嘛 我們都會找大學畢業生 我就不會去找一些高中高職的這些 你到底講話有沒有邏輯啊 以台灣的老闆來講 你就算差五百塊錢 我也是找比較便宜那個啦 當然啊 對啊 我為什麼要去找大學生啊 是啊 對啊 所以你不要騙我們沒有在社會上工作過 不好意思 在座的我們所有人都在社會上工作二三十年了 所以台灣的老闆會採取什麼作為 你當我們真的不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要再騙 因為如果繼續再騙下去 勞動部又不要繼續糊弄下去的話 第一個國防禦 我覺得你永遠休假算了 你不是很累 你想休假嗎 乾脆永遠休假 你不要再來了 因為來了也沒有用 第二個我覺得接下來勞工會大反彈 因為你其他共產團體到今天這個地步 你還在這邊為了一百塊兩百塊三百塊 在那邊爭的時候 那老實講 對我們勞工來講 我為什麼要理你 因為你完全沒有任何誠意嘛 那既然沒有任何誠意 老實說 那我覺得只有一條路 就是走上街頭 我們就是開幹 等到有一天你願意低頭為止 好 開幹的時間是不是已經到了 因為這裡面背後有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政府事實上真的要硬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當時蔡英文總統 他在競選這個就是總統的時候 他推出來的三大政策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絕對不能讓他跳票 因為跳票恐怕勞工真的又會上街頭 到時候勞工上街頭熱鬧萬分 我們來看他總共有三個政策 就是有關所謂的低薪式國齒這件事情 低薪式國齒這件事情 他有說一句話說 我們要做一些創新的產業 提供更好的這個就業機會 好 創新產業這部分 我們意見本來就該做 我們等結果 可是目前看起來可能路還很長 好 那兩件事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什麼 就是降低勞工的總工時 這個就是一粒一休的背景 但是看起來連自家立委 恐怕都不能接受 現在反彈的力量很大 現在連台鐵 郭柯韻都反彈了 好 那當然最後一件事就是 訂訂最低工資法 Bingo這句話 哇 許叔伯抓到了 所以仁俊 許叔伯就說 好啊 我們就訂個工資法 跟中有的油價一樣 跟電力一樣 我們來設一個所謂的公司 哇 這個中了陷阱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最低基本工資的這件事情 他其實不應該拿來成為企業主 他去苛扣勞工薪資的一個 最好的藉口 也就是說為什麼稱之為叫做 最低基本工資 我們知道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國家 他有不同的行業 我們台灣拿自己基本工資 有一百八十萬人口 對 那我們不同的行業別狀態 在每一個不同的時空環境下 譬如說有一些產業 在某一些時代 時階裡面 他確實比較蓬勃的發展 所以他會創造比較多的商業的利潤 那這一些其實我講實話 這個你說某種程度 要讓他回歸到市場的機制 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大公司 我賺錢 我願意多給員工一些的薪資 這個其實是應該被值得獎勵跟肯定的 但問題是 因為政府站在一個高度上面 為什麼要訂定一個叫做最低基本工資 你說您剛剛所提到了 您剛剛說一百八十萬人 他領的是最低工資 甚至領不到最低工資 那為什麼他會呈現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很想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這些企業主選擇 他要用最低基本工資 去發放給這一百八十萬勞工的時候 到底是因為他的企業沒賺錢 還是企業主只想要自己的口袋裝滿錢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回來看政府 你到底有沒有一個有效的一個機制 去告訴大家 講說我的最低基本工資該怎麼計算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說林伯峰 你的那個說法說不然的話 我要怎麼樣 甚至說我如果這個勞工基本勞工 我就要喊到兩萬六 大學生我是不是被迫就要到兩萬八 那我到最後 我有一些一些的說法 可是我還是這樣強調 也就是說 如果政府你今天針對這些的企業 當然大家為什麼一直覺得說 我們的勞工 他的薪資過低的丟 就是說我們勞工去跟企業主做比較 我們發現企業主是有賺錢的 但是許多的企業主 卻選擇只想說你政府訂多少 我就只出多少 那當然會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企業主只騎你自己嘛 好 我如果再繼續解讀 因為這件事情今天應該要給個答案吧 這個蔡英文總統說低薪是 不是蔡英文總統是別人講 他說低薪是國齒呢 好 那我們這樣講 低薪是國齒 既然沒有辦法調到薪數 把最低工資給拉高 行不行啊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剛剛這個我們談到一百八十萬 我們整體勞工人數 大概是九百八十萬 所以一百八十萬 占整體勞工人數是多少嗎 超過了五分之一耶 就每五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 竟然是領的是最低工資啊 台灣真的有這麼可憐嗎 好 我們都快會談一句話 兩萬六千塊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先進口廣告